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 大雨模糊行车路线 变形的白色小客车停在内侧车道 就怕被追撞 车上的民众不断挥舞着纸板示警 跟那发生碰撞的大货车 就停在不远的路间 幸好这起车祸没有人受伤 天雨路滑事故多 国道警察疲于奔命 像是这辆黄色的宝石捷 疑似打滑自撞横在路中央 其他车辆纷纷减速保持距离 月初豪雨仁爱乡头89线 例行产业道路摊房 虽然抢通 但是脆轮路段一下大雨就中断 居民于是冒险徒步穿越 已经快要断粮了 实在不得已 部落居民手脚并用 爬过崩塌的土石堆 让人为他们捏把冷汗 大约中部综合报道 rå似bers 转路